第一次见到这么没有存在感的男主 毕业照竟然是被披上去的 明明老师就在身后 老师还在问白师同学在哪 甚至有同学以为白师整个初中都没有来上课 但其实他一天都没有缺席 一度在他们学校成为了都市传说 总之因为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 白师的存在感像空气一样稀薄 以至于办理的同学都能够以找到他为乐子 可这样的路人男也有属于自己的主女女 九宝就是无论白师在哪都能够认知他的人 所以白师一进教室就被九宝给发现了 看他正在偷偷网上搜索路人决策如何引起他人的注意 立刻到处手机拍了个照 白师自此被抓住把柄 从此只能任由九宝为所欲为 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成绩好 运动还特别有人缘的九宝会注意到自己 而且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捉弄白师 永远的照片为止他在上课时做一些大致的动作 来测试他到底夸张到什么程度才能被别人发现 首先尝试了在椅子上挣坐 果不其然没有任何东西察觉 其次直接站在椅子上 竟然一一就没有任何东西察觉 接着九宝又让白师试着高抬腿 这次老师终于看不下去了 白师在全班统一的注视下缓缓放下了腿 尴尬到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这一切都只是九宝想让白师享受一下做主角的快感 不过白师并不执着于做主角 就算无法站上青春的舞台 人们也有各自生活的意义 对于他来说 把自己最喜欢的漫画看了好几遍就已经很幸福了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 九宝就气呼坐在他面前 白师不知道九宝为什么生气 就将自己的早餐牛奶放在他面前 说起这个牛奶 他就想到了今天早上的悲惨遭遇 接着的时候明明就站在收银台前 收银员小姐愣是看不见他 还打算把牛奶面包放回货架上 白师只好出生提前我在这儿呢 买完东西就去了学校 结果遇到九宝正能跟他打招呼 白师非常好自知之明 觉得这个招呼肯定不是跟自己打的 于是扭头就走 果不其然 九宝的一个朋友一边打招呼一边朝他跑了过来 这下白师更加确定了 但其实九宝刚刚真的在跟他打招呼 所以这会儿才那么生气 但是九宝也明白 只是白师对自己不自信 之前白师说过明明自己坐着 却没人察觉到他会直接坐下来 但干脆做了个实验 直接起身坐在白师腿上 万万没想到 连九宝都没人注意了 而白师的重点明显不在这里 他现在心跳入雷 逼尖都一让着女孩子香香的气息 还有身体上纯雷柔软的触感 错了没有提过这种好事的白师 当场拿着短路 九宝看他这么开的反应 也没法继续生气了 就提醒他 下次别人打招呼一定要好好回应 白师忍不住问九宝 到底刚刚为什么生气 九宝在耳边呛咪咪说了一句 保密 但是耳片被喷嚓到微热气息 让白师害羞的瞬间躲了起来 总感觉自己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白师的低存在感应 给他的校园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 每次下课后 都要找老师说明自己今天真的来上课了 就没如此 下一次上课还是从来没有被提问过 九宝得了之后 觉得客场非常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 然后把回答机会给了白师 这的全班同学都注意到了白师的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无一一发现了幸运的四叶草 所以有人当场掏出手机来了一发失联 当然九宝知道白师会紧张 所以悄悄提示了问题答案 白师回答证就会做了下去 心里还有点小兴奋 结果下一个被提问的还是九宝 而他刚刚跟白师说过 这道题的答案他不知道 所以这次轮到白师帮忙了 在九宝的帮助下 白师也开始一点一点参与学校的日常生活 虽然对他来说 开心的还是看漫画打游戏 刚好这周末就是他最喜欢新游戏发售的日子 不过白师没想到会在外面碰到九宝 九宝看他发跌在侧脸 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了一张 发现竟然连相机都捕捉不到他的人脸 也可能是离得太远的缘故 九宝这个白师堵了一把 相机到底能不能适配到白师 九宝堵可以 然后打开四半目是靠近了白师 身体不但靠近的同时 又拉近了镜头 此时相机终于适配到白师的存在 两个人留下了这么一张合照 九宝堵赢了 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个白师家好友 还与他下次一起出来玩 白师也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毕竟以前 九宝不捉弄他到屋底 自容的程度都不会善把干销 还没嫌这小子并不知道 自己的九宝心中是什么地位 晚上回家还想着只是家好友而已 他肯定不会发消息过来 结果下一秒 九宝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非常正式的约他下次一起出去玩 白师无法拒绝别人 只好会有一个好的 而九宝已经开始期待 下次该怎么捉弄他了 对于白师来说 每世界最痛苦的就是体测 本来长炮就已经很累了 他每次出现 还要超级成绩的中学大喊提醒 不然每次别人根本看不见他 也就记不上成绩 所以每次体测完都累得气喘吁吁 刚准备回到教室 知道走廊碰见九宝 九宝也刚测完 看起来无比轻松的样子 而白师一身臭汗 赶紧后退原力 生怕寻到面前的美少女 万万没想到 九宝反而凑近闻了一下 这种行为对白师的心脏非常不好 知道白师的担心后 九宝就回教室拿了一袋湿巾 借给他一张擦身体 还故意撩白师 说这样 他们身上就有一个味道了 白师握着石巾布置所措 这件九宝坏笑了一下 又反护了教室 在穿外套的时候 都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两个好朋友发现后 问他遇到什么好事了 其中一个还想随手 拿一张石巾擦汗 结果之前非常大方 借给他们的九宝 这次不愿意了 毕竟 他想让这个味道 只是属于他和白师 今天是白师排网一宿的 借于魔法最新刊的发售日 所以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 那家书店装的是自动感应门 连门都感应不到白师的存在 他只能在门口 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 可是不管如何努力 这门就是不开 这一幕刚好被九宝装进了 九宝就上前 将手放在他的手上感应了一下 瞬间门就开了 白师也现在迅速后退 两个人一起进入书店 开始找各自想看的漫画 拿到最新看的白师 看起来非常开心 九宝也想看一看 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但书店里竟然没有第一卷 他灵机一动 让白师把他的第一卷借给自己 白师自然是无法拒绝 本来越好名店把漫画带回学校的 结果九宝得知 他家离这书店非常近 干脆提出 现在去拿漫画算了 说完后就跟着白师一起回家了 不过白师并没有让他进门 直接没得到漫画的前三卷拿了过来 表示想看后织的话 还可以来找自己借 九宝当然是求之不得 而且他也是今天才知道 白师家离自己家居然这么近 大概就五分钟的路程 可他们早上竟然一次也没有遇见过 因为白师平时八点钟就出门了 九宝作为更晚一些 所以为了能在上学路上偶遇白师 第二天一大早 九宝就被闹钟叫醒 迅速洗漱一番后换上衣服 开始纠结发型 他想让白师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自己 最后还是决定将一半的发扎起来 剩下一半披散着 看起来非常温暖 甚至用了解析的一瓶非常贵的发胶 让他整个人闻起来都香香的 姐姐自然差异到妹妹今天不同寻常 一看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九宝还别过脸不肯承认 一看手机快八点了 赶紧出门 姐姐开始捉弄他 平时不都会更晚吗 反正你说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就再单十分钟呗 果然这来是亲姐妹 爱捉弄人的毛病都是一脉相承 九宝没在搭理姐姐 赶紧出门守住戴兔 没错 白石就是那只兔子 一看九宝出院在自己面前就受到了惊吓 回顾上他才注意到 今天的九宝好像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姐姐两人顺势一起往学校走去 这也是白石长这么大 第一次给别人一起上学 因为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 就喜欢什么 聊着聊着 九宝两个朋友也就过来了 平时他们三个人总会在这里会合 而白石一看到九宝两个朋友来了 就立刻起身离开 虽然存在感地给他生活带了一些麻烦 但其实白石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一天天的就这么过去了 一放学就收入书包准备回家 没想到在放学路上 迎面撞上一个没看见的女士 白石为了躲避只好测了个身 偏偏后面驶来一辆车 路过旁边的小水坑 把水降到他身上 被灵了肉汤气的白石又遇到了九宝 两个人顺路一起回家 结果今天刚好忘了带钥匙 家里也没人 妈妈发信息说两个小时后才能回来 九宝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邀请白石来自己家里洗个热水澡 本来是很尴尬的事情 白石却鬼使神差跟着九宝回家了 然后就被带进了浴室 几门的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框里放进的女士内衣 九宝迅速拿了块布蒙上 让白石赶紧洗 自己去帮她拿衣服 而她拿的竟然是自己的一套 比较宽松的运动服 等白石洗完澡出来后 发现九宝就在门口坐着 就真真地感谢她能让自己来洗澡 九宝又递上了白石自己的衣服 刚刚她已经把大的屋顶给洗掉了 接着又让白石吹个头发再走 等两人互相分别后 才纷纷红了脸 白石还在介意刚刚进浴室看着的场景 九宝则因为 终于和白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激动 第二天白石将洗好的运动服还给了九宝 因为她昨天穿进身运动服看起来挺合适 九宝就问了她身高 发现两人竟然只差了三厘米 就到了台阶上服侍白石 告诉她 这才是情侣之间理想的身高差 因为会情不自禁地想摸对方的头 不过比起15厘米的身高差 九宝还是更喜欢 像现在这样和白石肩并肩的感觉 白石被撩得一愣一愣的 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一世得以为九宝又在冲动她 不知不觉 期末考试已经到了 上欧考完一场 学人就可以放学回家了 一结束 白石就立刻收拾东西离开 因为今天还要帮忙带弟弟 虽然在外人看来 只有弟弟一个人在那玩 有个阿姨还出于担心 回去问了两句 这是白石 才能弟弟身后现身 解释是有监护人的 而就在长椅上 看弟弟玩去的时候 九宝刚好来到了这边 这才知道白石 为什么一考完试 就那么着急的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弟弟就是个好助攻啊 一看到九宝的饮料 就吵着要喝 九宝便将饮料递了过去 弟弟喝完一口后 竟然又还了回去 白石解释 他最近比较喜欢说 请收下这句话 九宝接过饮料也喝了一口 然后把饮料重新递给了弟弟 最后弟弟又把饮料递给了白石 这白石当然是不能接的 但是弟弟眼泪汪汪的看着他 就让他于心不忍 九宝也看着他不嫌事大 窜得白石赶紧收下 白石接过后 也装作喝了一口的样子 必须要是真喝了 那就和九宝见机接吻了 弟弟的两人的表现非常满意 又乐呵呵的跑去玩雪 真是小朋友立大功 最近白石迷上了一本 叫王国的漫画 出于对最新周刊杂志附加的 王国附赠海报的渴望 白石来到了一家很远的书店 并不是因为他家附近的书店没有卖的 而是那本杂志周刊的封面 全都是泳装美女 担心会不会认识的人看见 不过这个担心 对于存得感稀薄的他来说 明显是多余的 然而等白石来到书店之后 却发现他本来想买那本杂志周刊上 还放了一本小黄书 反正来都来了 在这也没有人认识他 知道那纠结到底要不要翻开看 结果店鱼小姐姐跑过来提醒他 这本书对于他来说还是太早了 更没想到 这个店鱼姐姐竟然是九宝的姐姐 白石赶紧解释是别人放这儿的 他只是想规悲而已 殊不知店鱼姐姐已经看透了他 而白石这一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被人亲人一举的看见了 再看店鱼姐姐胸排上去了九宝 可能是信这个信的人都有特殊能力吧 白石赶紧接往站立着书走人 不小心把雄生证拉在了这里 姐姐掀起来一看 跟自己妹妹是同一所学校的 就把雄生证带回家 让九宝帮忙转教一下 还是问吐槽了一下 那个孩子想偷看小黄叔 九宝既震惊又心情复杂 没想到白石也有这种世俗的欲望 第二天就带着雄生证就找了白石 然后羞涩地问他是不是喜欢巨乳 白石还以为 自己昨天在书店被九宝看见了 刚想解释一下 对方已经扬长而去 现在九宝问出那个问题之后 也感到了羞涩 为什么要问男生关于欧派的问题啊 过几天就到圣诞节了 九宝的姐姐 打算跟高中同学聚一聚 问九宝有什么安排 九宝想起了上次个白石的约定 说好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的 要不干脆就圣诞节吧 白石自然是无法拒绝 这也是他第一次跟别人一起出去玩 所以特地提前了半个小时 找到约定好的目的地 但是因为没有存在感恩 走在哪都能遇到那种 随时随即喜欢爱的小情侣 只好站在住的边等着 好在九宝卖让他等太久 一来就握住了白石的手 果然小手冰凉 只是想试一下白石手的温度 才不是想占便宜哦 接着将自己准备好的圣诞礼物 提给了对方 白石不知道还有交换礼物这个环节 别人都送他了 肯定要回里的 九宝只给了白石15分钟的时间 白石立刻就上场四处搜寻 只要赶快买完回去 不然九宝的手肯定会变得冰冰凉凉的 想到这里他突然有了想法 所以只要买了一双手套回去 虽然可能不是最漂亮的礼物 但就是现在的九宝最需要的 戴上手之的九宝 只感觉手和心都是暖暖的 只让他有些后悔自己送白石的圣诞礼物 因为那是一件 洗着主人公的黄色荧光T恤 对于存在感稀伏的白石来说 简直就是嘲讽 估计以后 想起来这时的九宝就得骂自己一句 真不是东西啊 不过白石表示 只要能收到礼物他就很开心了 圣诞节过完 最受期待的节日 自然是情人节了 今天早上白石大概是睡迷糊了 穿了长短不一的袜子就来了学校 平平今天有体育课 然而事实是 根本没有人发现白石穿错了袜子 甚至没有人发现白石 白石感慨了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就在这时 九宝和友的朋友们走进了教室 他看着九宝 总觉得今天好像有点违和 情不自禁一直盯着他的后背看了 这火辣辣的视线自然被九宝所察觉 但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逗白石 反而让白石感觉更不一样了 所以经历一整天的纠结这件事 放学后 有同学让九宝帮忙搭把手提宣传条 九宝的身高不够贴歪了 就请白石上前帮忙 白石想踮起脚尖帮忙重贴一下的 但是突然想起来 今天穿错了袜子 如果被九宝发现肯定会被他调侃的 所以就扒了个凳子过来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然而九宝依旧没有调侃他 白石自己踩在凳子上重新贴了一下 就在这时 白石终于发现了九宝身上的异常 他今天穿了裤袜 九宝也没想到他竟然现在才发现 白石赶紧解释到 怪不得他今天一整天的感觉不对劲 立刻被对方get到了关键词 一整天哦 那是不是意味着 白石一直在看他的腿呢 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的九宝 又要请白石放去后 陪他一起去便利店 因为他一直想尝试一下 便利店那种自取杯子的饮料 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饮料的他 站在机器面前好纠结 白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弟弟也经常这样 每次这种情况 都是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半分着喝的 于是准备上前自己也买一杯 结果九宝早有这个想法了 看到对方的不怀好意的眼神 白石立刻改变决定 最终在白石的指导下 就把成功买到了一杯抹茶拿铁 白石则只买了一个肉包 不过虽然他们不能一人半杯 九宝却一口摇上了白石的肉包 今天这个间接接吻 他说什么也要接上 留下一脸懵贵的白石 摆摆手离开了 万万没想到他刚走 白石就因为存在感太弱 被两个路人给撞了 一口没吃的肉包也掉到了地上 今天这个间接接吻 果然还是没能接上 终于到了万种主梦的情人节 白石非常要自知之明 知道这种节日一定和自己无缘 结果一大早就在客厨里 看到了一袋巧克力 经历了一番怀疑人生的自我质问 白石觉得 肯定是别人落在这里的 或者送错了 毕竟平时和他有交集的 只有九宝同学一个 而九宝怎么可能送他巧克力呢 九宝等了等去 都没有等到白石问自己 之后拼命暗示说 他客厨里那个巧克力 就是别人送给他的 而且还是那个人 竭尽心里做出来的 所以希望他能全部吃掉 都已经暗示到这一份上了 白石还不知道 巧克力是谁送的 真是白依吓了九宝的一片心意 毕竟昨天一放学 但是为了能给白石送上巧克力 他在姐姐的指导下 努力了一整碗 总算做出了这份巧克力曲奇饼干 虽然形状没有姐姐的好看 姐姐也称赞他的更好吃 大概是因为里面包含了爱一把 最后九宝挑出了 形状最漂亮的猩猩曲奇 作为送给白石的礼物 而这一次 白石终于吃到了他的心意 平常白石都是一个人吃便当的 今天天气好 他就去了外面的长椅上 结果又被九宝同学给找到了 今天九宝的朋友们都有事情 所以他就来找白石做伴了 一看白石的便当 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白石主动问他要不要吃 白送上门的当然要吃 不仅要吃便当 他还想吃白石呢 于是作为回报 他先将自己的玉子烧插了一块 并亲手喂给白石吃 可惜白石根本不领情 最后插起了自己的便当 本来想递给九宝让他自己吃的 没想到 他直接就着白石的手咬了上去 白石不知所作的 插起九宝那块玉子烧放进嘴里 称赞因何好吃 九宝就到他说 那是自己亲手做的 说完后 又说刚刚是在开玩笑 搞得白石还有点小失望 而九宝明显看出了他的失望 之后他约定 下次一定亲手做给他吃 如果可以的话 下次他也想请白石一起吃晚饭 虽然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白石的便当 然后偷吃了一颗章鱼小香肠 接这个机会 他知道了白石最喜欢吃的是汉堡肉 默默记在了心里 准备之后真的给白石做饭吃 而九宝最近的表现 让两个朋友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总感觉好友恋爱的趋势 这可真是铁树开花呀 毕竟九宝到现在都还没有过初恋呢 九宝便将自己对白石的感情 告诉了好友 两个好友都表示不理解 那么不欺验的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九宝就不想见到好友 说白石的任何坏话 也不想告诉他们白石的优点 因为那是只有自己 才能看见的东西 没事的两个人还没谈 独战役就这么强了 而且很明显 九宝并没有识到 自己对白石的占有余 两个好朋友笑而不语 白石一般都是全班第一个到教室的 结果今天进教室 发现九宝已经来了 这男子的独处机会 九宝自然不违放过 非得坐到白石身边和他一起听音乐 两个人挤在同一张凳子上 静静的享受二人世界 听完九宝喜欢的歌曲后 他又将耳机给了白石 说要听听他喜欢的歌 白石只好放了一首动漫主题曲 只是上次这个九宝如果漫画改变成了动漫 一提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变得健谈起来 九宝正是被这样的他所吸引 所以当天放学回家 就看见了一波动画 就是为了能和白石有共同话题 据说那把漫画还会被拍成电影 如果到时候能跟他一起去看就好了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 今天就是白石的情人节了 想到自己在情人节收到的礼物 白石就准备买点什么作为回礼 虽然他到现在都没预示的 那点饼干到底是谁送的 但还是买了一份礼物 因为上次听九宝的话 感觉他应该知道点什么 就把礼物交给了九宝 请他帮忙转带给送自己小饼干的那个人 就把当人知道这份礼物要送给谁 最终收到礼物的他自己也是开心无比 至于其他事情 还是让白石继续蒙在鼓里吧 白石平时最害怕的东西是吊东西 即便会有旁人当场捡起来 别人也根本不会注意到是他吊的 但是今天竟然有个小姑娘 将他吊的手帕捡起来还给了他 紧接着小姑娘身边走来了上次的店员姐姐 好家伙果然是一家人 你们九宝家人是不是都有什么特殊能力 这两人分别是九宝的亲姐姐和小表妹 怪不得白石看到小表妹的时候 总管就有一种及时感 直接听说后就掏出了九宝初中的照片 果然和小表妹长得非常相似 姐姐还加了白石的好友 说要把这张照片发给他 回去就把这事告诉了九宝 随便一试探就确定了 这个少年正是妹妹最近在意的男生 这一下乐责任姐姐就更不会放过他们了 当即让九宝邀请下次约一个男生来家里玩 不知不觉又到期末考试了 妈妈为些白石 如果成绩下滑就要没收他的游戏 所以这段时间白石都在努力学习 并且做好了一切考试准备 但是因为他没有存在感 有些不懂的问题也没法向同学请教 这种时候就轮到九宝登场了 九宝的生机非常好 也非常乐意当白石的老师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那些游戏 白石也不管捉弄或者嘲笑了 直接问了自己不懂的问题 没想到九宝非常耐心 且正经地给他解答了 他是不会嘲笑 努力去做自己做不到事情的人 于是在这样和谐以外的气氛下 白石的学习也进步了许多 两个人还约定明天继续 这样白石突然开始期待明天这个词了 结果第二天 因为发烧请假没去学校 当然伴力的同学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除了九宝 在听老师说白石生病请假后 他开始纠结放学后到底要不要去看兵 去的话生怕打扰白石 不去就会一直担心 连发消息都不知道该怎么发了 最后只问了一句 你明天会来学校吗 白石的回答应该能去 刚会完 第一就跑来闹着陪他自己玩 一不小心摁到一个表情包发了出去 那个表情包偏偏是想见你 这怎么可能不让九宝多想呢 刚想会飞机窝也是 就看到了白石急匆匆的解释是弟弟的锅 于是九宝也回了个表情包 表示自己好寂寞 然后解释是姐姐不小心摁到的 本来感觉已经退烧的白石 现在好像又烧了起来 第二天白石感觉没什么大爱就去了学校 结果还是迟到了 明知道自己没有存在感 却不敢悄悄进去 就在教室门口蹲的 刚好已经从教室里面出来的九宝 脸色非常不好 走路也摇摇晃晃的 白石出于担心 就提出要带他去保健室 九宝却逞枪说自己能行 然后摇摇晃晃的离开 看他这不样子 白石根本放心不下 立刻追上去 拽住他在袖子 小心翼翼的说 如果难受的话 可以靠着他在肩上 他这么说 那九宝就不客气了 直接意味到白石的怀里 就这样被搀扶着去了保健室 可老师并不在这里 白石就先将九宝安顿到了病床上 刚想注意找老师 就被拉住了手 因为九宝觉得他的手很热乎很舒服 白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回头一看 九宝已经睡着了 刚好这时 保健老师回来 白石这才放心的去了教室 果然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注意到他 很快 第三学期也要结束了 白石保持着成绩 成功通过了期末考试 但是身上高二 就意味着要重新分班 白亦特和九宝没有分到同一个班 那他被人找到的日子 也会宣告结束吧 放学后 外面的天气看起来阴沉沉的 白石没带伞 又不愿意跟九宝同窗一把伞 九宝干脆来了一招欲擒故纵 把伞递给白石 就准备自己跑回家去 白石当然不会眼睁地看着他淋雨 立刻撑伞追了上去 两个人就一起回家了 因为怕被别人看到 白石一直说的 总没有人经过的小路 九宝就问他 你是不是想跟我单独相处 白石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气氛即尴尬又暧昧 让一般路过的姐姐都忍不住感慨 这些年轻人是真的青春啊 到了中午 小白妹又去九宝家玩 拎了东西去九宝家的时候 刚好被白石看见 白石看那一个小姑娘 拎这么多东西就想帮个忙 但是他们九宝家的孩子 是一脉相声的城墙 小白妹手都泪红了 也不愿意把东西给白石 白石只好告诉他 这样的话 他的姐姐们可能会担心的 小白妹这才愿意让白石帮忙 并且约定 到了九宝家附近就重新还回来 两个人一起去了九宝家 带这里装的是各种食材 因为小表妹打算给表姐们做个饭 不过没有买到酒和味淋 担心做不出来 也不知道九宝他们家 到底有没有这两样东西 白石干脆给九宝发信息问了一下 九宝这才知道 自己妹妹在白石手里 果然消息赶紧跑出来迎接他们 刚好碰到白石和小白妹在讨论她的名字 小白妹怀疑 白石根本就不知道表姐的名字是什么 九宝也很期待白石喊自己的名字 这些两人就互相喊了一句名字 喊完之后双双羞涩 小白妹也才看明白 这两人的关系才不是普通的同学呢 不知不觉花粉季节到来了 白石因为花粉过敏会经常打喷嚏 在拜年的存在感瞬间大大提升了 不过他还是有恃无恐的在上课玩着圆珠笔 将圆珠笔拆开后就开始捏弹簧 结果一不小心把弹簧弹出去了 自主寻找的时候察觉到了九宝的视线 抬头发现他正都有非常复杂的表情看着自己 九宝看到他围团的模样 就像自己的红笔送了他一只 白石还是第一次用这种花里胡哨的笔 而且跟九宝剩下的一只一模一样 就像情侣笔一样 高一生活结束后 引入了万种蠕默的假期 九宝也要喝自己的朋友们去喝素 大家一起在九宝家里吃喝玩乐 结果突然就聊起了高二重新分班的话题 小玉瞬间难过起来 如果他们没能分到同一个班 那以后相处的时间肯定会大大减少 什么体育节文化节还有休学旅行都不能在一起了 九宝当然想跟大家继续在同一个班 这个大家里面当然也包括白石 最后三个美少女相拥而眠 一起在心里期待高二能够在同一个班 假期里九宝和小表妹相约明天赏花 便当就由小表妹和姐姐来准备 黑暗料理师九宝当然不愿意加入他们 可是看着小表妹期待的目光 又说不出句句的话 三个人先去超市里采购了一番 没想到遇到超市里偶遇了白石和白石的弟弟 弟弟明显比哥哥会聊多了 直接对小表妹一见钟情 并送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石头 乐子人姐姐最喜欢这种画面了 立刻跑出来调戏弟弟妹妹们 顺便问白石明天又没有什么安排 白石如实回答没有 结果就被姐姐邀请和他们一起赏花了 这下九宝是不加入也得加入了 毕竟当初他曾对白石夸下海口 说要让他尝尝自己亲手做的便当 但是好强的九宝又不愿意让姐姐帮忙 姐姐只能让小表妹进去待一旁指导 最后不仅没做成功 反而把九宝的手指伤到了 小表妹就将做汉堡肉的活揽在了自己身上 但是在姐姐的开导下 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九宝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 小表妹也不用因为让九宝切到指头就这么自责 最终在小表妹的指导下 九宝终于成功做出了一份汉堡肉 第二天就带着做好的便当去了樱花林 看着面前摆放了这么漂亮的便当 白石心动无比都舍不得吃了 接着姐姐为了弟弟一口小表妹亲手做的 弟弟瞬间笑脸通红 之后就专挑自己喜欢的漂亮姐姐做的东西 也只有白石看着面前的便当不失所措 因为他想吃的汉堡肉离得比较远 九宝就贴心地帮他夹了一块过来 然后满含气大地等待他的评价 在听到白石不由自主地说一句好之后 终于放下心来 结果下一秒 喝醉的姐姐就打破了这暧昧的气氛 相见半路凑到白石面前 不要让他喊自己的名字 震惊 我亲姐姐竟然对我的男人下手 九宝当然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由男人外散出的恐怖一样瞬间震慑了众人 他自己就生气地跑开了 白石意识到九宝的生气 就拉着弟弟过去追谈 弟弟也希望哥哥和漂亮姐姐赶紧和好 虽然白石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但是追上去说了一句对不起 没知道九宝压根人不理他 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不是白石的错 所以一回头看到白石蹲在地上吹一头丧气 还是忍不住走了过去 为自己刚刚的态度向白石道歉 接着又拉着弟弟和和美美的去商店买鸡肉串了 看起来就像是一家三口 趁这个机会 九宝问白石高尔想不想跟自己分到同一个班 还不等白石回答 弟弟就帮他说了 当然是跟九宝在一起才好哦 终于到了高尔开学的第一天 不出意外 白石就把果然似的同一个班 九宝依然可以找到他 而且两个人又做了同桌 紧接着九宝两个朋友也进这个教室 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了 这一次白石和九宝的座位被挪到了窗边 被窗帘挡住的他们 甚至可以搞一些小动作 那么接下来就好好享受青春生活吧 进入新的班级就要选新的班委了 这种活动 白石一直都是选最后剩下别人不要的那个 比如去年就当了个环境委员 否则花坛管理 虽然大家谁都没有注意到 只是注意到了那个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不长杂草的花坛 这件事甚至被利用了学校七大不可思议事件之一 一开始白石也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不过当他照顾的花盛开的时候 就会很有成就感 看到别人注意到花并停下来欣赏 心里也会很开心 所以忍不住期待 如果今年也能继续当环境委员就好了 就在这时 老师问班旅同学谁愿意当环境委员 九宝就立刻举手 并且替白石也申请了一下 老师很开心有同学主动愿意记下这个活 九宝也很开心 以后能和白石一起赴到花坛 白石也很开心能继续照顾那些花 总之让大家都开心的世界达成了 其实办理除了九宝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知道白石做了环境委员 因为徐腾去年同样是环境委员 但他照顾的花都死了 所以一直很佩服白石 虽然也整个学年都没在办理找到白石 没准到这节实验课 白石刚好和徐腾分到了一组 而且徐腾忘了带橡皮 刚好白石的文具带了有五个橡皮 他想借给徐腾 又怕对方注意不到自己 徐腾直接把橡皮拿出来了 徐腾也找到了和白石搭话的机会 他一直都想请教他是怎么养化的 但是整整一年都没有找到白石 两个人在客场相谈甚欢 下课后 白石忍不住跟九宝感慨 这还是第一次 除了和他以外的人聊得这么开心 就是这猝不及防的支球 让九宝根本把持不住 接着两个人又在作弄贩卖机前相遇 白石本来想尝试一下心口的碳酸饮料 趁为受到九宝的惊吓 不小心摁到了矿菌水 果然他在青春没办法是柠檬味的 九宝却表示 如果是矿泉水的话 那就有无限的可能了 既可以像碳酸那样在舌尖展开 也可以像运动饮料那样轻 还可以像骨饮料那样 想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都可以 不过九宝也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变成最受欢迎的柠檬味 总结起来 大概就是充实的青春生活 那首先肯定得有朋友 想到这里 白石愣住了 果然是跟他完全无关的事情 因为他连朋友都没有 好家伙 跟九宝相处了这么久 你说他不是你朋友 九宝也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理事到自己说错话后 白石立刻就慌了 赶紧问九宝能不能把他当成朋友 九宝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自己早就把他当成了朋友 这一次 白石也终于有了参与青春的感觉 这天白石正趴在窗口看风景 突然被隔壁窗口 被黑板在的同学弄了一身粉笔墨 而在去水池那边清洗的时候 又遇到了九宝 九宝并主动坐在面前 帮他谈了一下身上的粉笔灰 还碰到了白石的头发 发现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厚一些 也就让白石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白石无法拒绝 大人胆子摸了一下 国人和想象中的一样顺滑 这么一摸 搞得两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九宝又问白石喜欢女孩在编什么发型 白石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 男生好像都喜欢蛋马尾 于是等他走后 九宝自把自己的头发扎了起来 准备以后也尝试一下这个发型 访问学后 老师提醒大家明天要体检 记得穿运动服 所以到楼梯口时 九宝提两人再次比一下身高 之前他们俩只差了三厘米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长个 九宝先拿了把尺子 量了一下白石的身高 然后让他扶着尺子 自己也凑了上去 相当于直接钻到了白石怀里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白石的心突然小路乱撞了起来 又吓一声地想要逃跑 跑出去才发现 尺子还在自己手里 而九宝在离开后 也羞涩地蹲了下去 刚刚那个距离太近了 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激动呢 第二天白石把尺子还给了九宝 大家换上各式运动服准备体检 九宝就非要穿一下 白石的心突服外套 结果来不及换起来 就被叫到了体育场 连个好朋友当然发现 他的外套大了一号 但九宝解释 自己今天穿错了姐姐的衣服 不过在听到另一个女生说 自己今天穿了男朋友的外套后 表现还是非常不自然 终于到了白石最期待的日子 他最喜欢那部漫画 改变的电影要上映了 九宝听说后 赶紧问他打算和谁一起看 这话玩了个没问一样 毕竟白石除了他也没别的朋友了 所以九宝主动邀请白石和自己一起 这也是白石和九宝第二次一起出门 招九宝持了几千半小时 在目的地等着的习惯 没想到今天九宝居然输了单马尾 不过矜持的白石 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评价 两个人坐上电车前往电影院 今天的电车比以往要更挤 九宝够不着扶手 就只能紧紧抓着白石的包 两个人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偏偏到了倒数第二阵的时候 又涌上了一大拨人 直接把白石挤得往九宝身上扑去 他立刻用手撑住了车窗 这个姿势可不就是壁冬吗 而且现在因为人太多 也没办法改变姿势 就只能暂时维持这样 白石努力用自己的身体 保护九宝不被别人挤到 真是有痛苦又甜蜜的惩罚 好在接了两站 就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结果还没进电影院 九宝就被几个男的拦住大闪 白石赶紧上去解救他 几个人也是这才发现 白石就在旁边 问他是不是这个漂亮女孩的男朋友 白石刚想否认 就被九宝率先承认了 察觉到两人之间酸酸甜甜的氛围 那几个小伙子立刻撤退 两人这才去了电影院 并且刻意买了比较晚的场次 这样他们就能在电影开场前 先去玩一下了 而且回去晚的话 白石也能送九宝回家 两个人先去了一家咖啡厅 这还是九宝第一次喝咖啡 没想到味道这么苦 根本下不去口 白石也帮他去拿了糖和牛奶 打不打人什么都无所谓 好喝才是最重要的 果然见了糖和牛奶的咖啡 对九宝来说刚刚好 看到他喝得那么开心 白石也轻不自禁勾起了嘴角 两个人去商场里扭了扭蛋 欧皇九宝一发抽出了 白石的弟弟最喜欢的角色 毫不犹豫把那颗扭蛋送给了白石 两个人在商场里逛了很久 多声来电影已经快开场了 赶紧急匆匆的回到了电影院 他们一开始都在认真看电影 可是看着看着 九宝就不自觉的 被白石那丰富的表情吸引 总感觉跟平时在学校里的白石 判若两人 白石解释 那是因为学校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所以表情丰富突然被看到的话 可能被怀疑是怪人 九宝就安慰他 没关系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用介意哦 最后两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回家 白石也按照约定 亲自从九宝的家门口 简直了两人又有下一次约定 因为九宝还想和白石去别的地方玩 独自回家的白石 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段时间 和九宝相处的点点滴滴 总感觉自己好像不知不觉 被他给改变了 今天九宝传着白石 要把他做心理测试 随后提了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他这辈子交往的人数只有一个人 白石并没有觉得遗憾 只是担心如果错过那个人 很可能会单身一辈子 接着九宝又让他找一个测试题 他们两个人一起测 白石也知道网上随便搜了一下 房间里有猫在玩耍 请问一共有几只猫呢 白石觉得有两只 九宝觉得有一群 而这个问题的含义是 你想要孩子的数量 两个人双双实话 连夜还没谈过 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孩子的问题了嘛 但九宝可不想因为这种事情和白石有分歧 感觉解释 心理测试这种东西 不同的时间测 结果都不一样 然后就匆匆往往告别白石逃离了现场 毕竟再不逃离 他脸红就要被发现了 不知不觉竟然到了白石的生日 不过即便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也完全没有体会到做主人公的感觉 今天唯一一次办理受到关注 还是因为饿得肚子脚 九宝听到后就给了他一块巧克力 然后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原来上次还在学生证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白石的生日 除了巧克力 当然也有准备正式的生日礼物 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牌价 因为觉得很像白石就买下来了 看到白石那么喜欢的样子 他的心里也是开心的 白石就问了九宝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打算到时候一定要好好回礼 这也是第一次有朋友给他过生日 所以他非常感激九宝 同时在回家的时候 忍不住产生了一个疑问 明明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没有存在感 可是为什么九宝每次都能找到他呢 因为这一切都是九宝的奴隶呀 其实九宝跟白石也在同一所处中 但当时呢 他同样没有注意到白石 还是在毕业照上 看到一张披上去的照片 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位同学 之后就对白石产生了兴趣 刚好高中 他没被分在了同一个班 九宝就开始执着于寻找白石的踪迹 并且不知不觉对他产生了兴趣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这个人 等回国生来的时候 已经无法地压抑自己的感情了 于是在老师重新排阻位 把他们俩排成同桌后 九宝第一次和白石打了招呼 当时的白石满脸震惊 完全没有想过会有人注意自己 殊不知从这时候起 九宝的目光 已经无法从他身上移开了